就在巫统政府部长齐治酒店享用早餐之际 前首相纳杜斯里纳吉则是北上槟城出席多项活动 包括会见当地的华裔领袖 是的 那么纳吉也相信国阵在来届大选 可以在槟城取得更加出色的战绩 这是因为行动党在槟州执政多年 许下的承诺至今都没有兑现 当地人民已经开始觉悟 另外 针对槟州首长曹官有表明 不会跟随中央同步举行大选 纳吉表示 民众在短时间内面对两场宣誌 简直是劳民伤财 纳吉今天出席第二届槟城国际商会与投资峰会开幕后表示 虽然槟州有反对党执政 但国阵从未放弃过槟城 更重要的是 国阵在执政期间 不但没有边缘化槟州 反而落实多项公平政策 包括以重组方式减少槟城95%的债务 拨款12亿令吉新建水坝 以及建造第二座大桥振兴当地经济 他还表示 国阵在来届大选中 可以在槟城取得更好的成绩 因为他发现 西蒙的多项诺言无法兑现 槟州子民发现被欺骗后已经有所觉悟 如果由国阵领导 槟州的未来才更受保障 至于国阵是否能够重新赢回政权 还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因素 PAKATANHARAPAN宣告你 在开幕里结束后 纳吉赶赴槟城张世清和堂和滨州华团交流 针对滨州首长曹关友早前表示 滨州不会跟随中央同步解散州议会 而是继续执政直到任期届满 对此纳吉的观点不一样 他认为如果州政府没有配合中央同步举行大选 人民就必须在短时间内参与两次选举 是劳民伤财的举措 另外纳吉也再次否认曾发表过 华人还要什么的言论 甚至难以置信 很多华人相信这番话从他的口中说出 他还强调 本身绝不会发表这种不敏感及傲慢的言论 这仅仅是火箭的宣传手段 纳吉将在槟城出席为期两天的一系列活动 同时分别会见华社代表和巫统党员 但他否认这趟行程是在未来接大选造势